全群雪白的白罗曼娥通通进了手机 从饲养日虫 体型大小 饲料提供都已经自动化 追求创新的云林四国儿农吴翔斌 他笑说连出国都可以操控整个牧场 目前我们已经走到自动化来清洗儿色 像比如说如果出国的话 就直接拿着手机透过APP就可以直接清洗儿色 2005年就拿到神农奖的吴翔斌 创请教中心大学 嘉义大学等畜牧专家 他的家族三代90几年的养额人生 在2015年因为禽流感损失3000万 只剩种额厂 让他开始思索开发APP 用电脑来养额 首先改善的就是采用太阳能发电 让牧场变成非开放式 政府规定我们要养在非开放式的群色 你看我目前养的就是在非开放式 旁边都是白铁围网围起来 那个鸟小鸟都没办法跑进去 为了增加额的抵抗力 吴翔斌重了5公顷 拥有丰富维他密西和蛋白质的台序草三号 在100天的产程中 也会让他们到户外直晒太阳增加抵抗力 连选种额都不马虎 这一栋种额有2500只 你不知道哪一只生几颗蛋 我已经做到AI 我都知道这只种额几点几分 生的我都知道 都有记录起来 产绩完以后每次去判毒 就知道他生几颗蛋 我们要寻好的种额 我们就把教会生的寻出 吴翔斌从传统到智慧型养殖 大大提升养殖技术 就是希望更多人加入生产行列 降低价格后 消费者才能轻松品尝 新唐亚太电视 廖立芬 台湾云林报道